1.人生有两条路,一条需要用心走,叫做梦想,一条需要用脚走,叫做现实,心走得太快,会迷路,叫走得太快,会摔倒,心走得太慢,现实会苍派,叫走得太慢,梦不会高飞,人生的精彩,是心走得好,脚步刚好能跟上, 1.找控好你的心,让它走正,走好,加快你的步伐,让所有梦想伸出美丽的翅膀,2.能走多久,靠得不是双脚,是指向,风浮至在苍语,咽雀兮细眼下,能增度高,靠得不是身痴,还是一只,强者欲错略有,弱者缝带迷伤,能做什么,靠得不是双手,是智慧,勤劳,砥砺品性, 思想创造未来,能看多远,靠得不是双眼,是胸怀,你装得下世界,世界才会有你,3.当你觉得处处不如人时,不要自卑,记得你只是一个平凡人,当别人不认你时,不要伤心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,当你看到别人在笑时,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伤心, 其实别人只是比你会掩饰,当你很无助时,你可以哭,当哭过你必须要振作起来,即使输掉一切,也不要输掉微笑 4.一棵种子,放在杯子里,最多会是一棵豆芽,放在盆子里,最多是一棵好看的盆景,放在原始森林里,它就有可能成为一棵餐浅大树,由此可见,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很重要,人生需要蜕变,给自己一次拼搏的勇气,你会发现,其实你很棒, 5.对你不好的人,不要太介意,没有人有义务要对你好,同样,你对别人好,并不代表别人也这样带你,爱你的人,你可有更爱回报他 5.不爱你的人,永远不要为他去浪费一分一秒,你若想用爱去感动一个不爱你的人,最后只能使自己更痛苦,所以,对你好的人,请珍惜,没有结局的爱,不要去勉强,6.别依赖,没有免费的肩膀,别退缩,坐顶下室的人很多,别低头,地上没有黄金,只有垃圾,世界很大,无需跟牛角尖, 7.挤不尽的世界,不要应急,换个角度,你会更有作为 7.内心强大的人,是那些愿意揭开自己伤疤,跟你分享故事的人,能接力你,温暖你,感动你的,不是励志与路心灵机汤,而是遍体鳞伤,依然元气满满的正能量 8.人生在世,叫什么技能,公交车上被人挡了,推人一下就没必要 出生结果就是,看不惯无伤代仰的事,直直点点就没必要,沉默就是,通缩上掌握点小权,借此刁纳就没必要,按照办事就是,过得好了,点滴别人就没必要,安心享受就是,过得不好了,过分悲观和狂热都没必要,冷静下来再努力就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